一起来关心全球各地的气象消息 电视台AI主播生动流利的博爆新闻掀起热门话题 也宣告深城市AI正为影音产制带来重大变革 它提供创作者更多工具也产生更多的问题与挑战 2023媒体天空领航员秋季媒体论坛 邀请传播学教授与新闻媒体界人士语谈 聚焦深城市人工智慧AIGC 对影音产制与智慧财产权的挑战 以及假讯息与乐听权益及社群行销的影响 我们这次深城市AI和假新闻假讯息这样的论坛 最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今年暑假 其实好莱坞很多的影音产制者罢工 那最主要他们罢工的原因是 因为觉得深城市的AI 其实对于一些创意工作者的工作权产生许多的困扰 那因此我们这一次郑娜的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就跟白塞关华协会 我们每年秋天都会针对一些新进的议题来做媒体论坛 那这次的主题其实我们在早上 我们会有邀请到之前的大法官 也就是蔡敏辰教授来谈到说 那在文创产业的这一块的智慧财产权权 碰到深城市的人工智慧AIGC 那这个部分以后要怎么样来因应才能够善用它而不会触发 那当然同时我们也邀请了正在做许多内容产制的 卫星工会的代表秘书长来跟我们的大法官对谈 那同样的在今天上午的第二场 他也是谈到这个AIGC深城市人工智慧 他在影音上目前创新在一些的内容频道上有哪些做法 所以我们也要请到一些电视台 他可能用到的是一个AI主播 那也有一些电视台他用到的是一些AI 用在社群上面的一些创新的方式 我们请他来分享这样的经验 那么在下午我们的两个的假新闻跟假讯息的两场 其实第一场比较针对的都是在目前 所谓的假新闻它到底是怎么样传递的 然后假新闻为什么有些人他怎么样去面对假新闻 然后假新闻在一些的媒体素养教育 可以有哪一些的应用措施 那在第二场我们就会针对比较是社群小编 因为我们现在蛮多的年轻朋友 或是大家兼差都会要做社群小编 可是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 现在的社群小编其实还要兼负于反制假新闻 那反制假新闻如果牵扯到国与国 或者是政党之间的一些不同议题的时候 他就会牵扯到网军的议题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许多的世代在找网络小编这样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怎么样可以让他做的符合言论自由 但是又不要去处罚不会影响到霸凌 或者是造成一些之前有一些 比如说杨慧如的事件 网军杨慧如后来就是有被 因为妨害公务被起诉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在做网络社群小编的一些朋友 能够小心 那因此这是在社群平台的这一块 我们会针对假讯息来发表三篇相关的论文 由于AI科技的快速发展 让假新闻假讯息的产制更加容易 约听大众该如何辨别也是重要课题 深层是AI的话 我们发现因为同学也都很会使用 不只是查资料 甚至写作业简报都可以使用 因为真的很方便 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得 就是平常同学讲话都非常的开放自由跟直白 但是当他说话或者是在文字上表达 特别文周周 而且不是这个人平常说话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这是用AIGC生成出来的 那另外就是还是会请大家去 目前他所谈到讯息的一些相关的单位 不管是公部门或私部门的官网去查证 这个查核很重要 免得他自己也受骗上当 然后又传给他其他的亲友 造成不必要困扰甚至造成自己处罚 面对深层是AI对影音产业带来的巨变 以及假讯息传播在更多层面的影响 参观学界及约听大众如何因应 在科技浪潮下已是无可避免的挑战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